上一期咱们说到,波在东东哥生气了,直接弄断了小四郎的亮衣杆 正在大家都以为他败局一定的时候,亮衣杆居然重新变成了两把刀 好家伙,小四郎也变成了双刀牛剑士 小哥路又哭了,原来二姐还没死 可是二姐为什么又没死了? 原来那才是他真正的能力,恐惧者和愤怒者 是唯一一位拥有两种能力的女武神 真是走运啊 希鲁特笑到痴狂,这恐怖的人格还真是与其外表格格不入啊 Q王死你大,左左目小四郎 小四郎本人也是激情四射,毕竟刚刚合成的新装备,总得试试威尼吧 不过东哥还是那句话,杂鱼 短暂的沉默过后,还是东哥率先发起了进攻 逼不透风的连续突刺,接踵而至 却为了上级小四郎分毫 看着此时面对波在东进攻游刃有余的小四郎 公本的刚儿子差点就喊出了他父亲的名字 因为他的招式实在是和公本太像了 不过只有公本等与其交手过后的武士才知道 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也不是普通的二刀牛 公本直言,小四郎可能死后也在和他死斗着 成千上万次,与两天一牛摩擦,直至将动作刻入骨髓 不仅是两天一牛 富田的太刀牛,新英牛的流水步伐 一刀牛的破坏力,剑身上全一式手的变换自如 都在小四郎的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那不是PDD,而是货真价实的 即大成于一身,那就是天下无双的最强败者 左左目小刺囊 来自最强武士的一顿狂吹,也让气氛变得更加喧闹 人类的知识掌门欢呼雀悦 就好像已经拿下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一样 也难怪,经过刚才的这波缠斗,此时的波赛东竟然已经遍体鳞伤 不愧是神明,东哥的表情也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用手擦了擦伤口,表情逐渐扭曲 什么情况,波赛东这是晕血的后一阵吗? 小四郎也是吓了一跳,怕波赛东发狂,赶紧做好防御 结果神奇的一幕果然发生了 波赛东竟然用张满鲜血的手做起了头发 像是抹发脚一样,从额头开始往上推 下一秒,一个大背头的东哥赫然出现 你以为,这样就能洞穿我的一切了? 好家伙,波赛东的肌肉瞬间就胖了几圈 再看小四郎那惊恐的眼神,结局一目鸟人 小四郎再一次被波赛东的突刺给刺中了 跟上一次如出一辙 左左目觉醒的双刀牛固然强大 但东哥仅仅只是增强的力量便轻松破址 小四郎开启了他的静蚊色 但东哥的攻击速度却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测 四十个日夜如大洪水般的突刺攻击 将小四郎团团围住 局势再次倒向了神明这边 小四郎没有放弃抵抗 仍然在波涛中寻找着突破口 然而这巨浪却深不见底 一次次消磨着小四郎的意志 熟悉的画面又出现了 小四郎终究还是倒在了巨浪之中 算了反正败北我也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了 小四郎 正当小四郎准备接受再次败北之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蒙的回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老师 小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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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 他就被更多的熟人包围 他们都在拉扯了小四郎 希望他不要沉底 等小四郎回过神 他已经冲破了波涛中的攻势 没错 是在场的万千武士 鼓舞了他 让小四郎有了突围勇气的 正是波赛东厌恶的声援所赐 这些加油声 犹如源源不淡的查克拉 融进了小四郎的体内 让他重新振作 乌克是一直输过来的 小四郎对胜利的渴望越发强烈 伤痛和鼓舞让他越战越勇 乌野 向阴一致啊 好家伙 小四郎果然又进化了 如果说之前的小四郎 能够预测一千手之后的动作 那么现在的他至少能过外 当然真实的状况并不止于此 不仅限于对手的动作 空气的流向 地面的震动 这打现世界的森龙万象 都在小四郎的预测之中 试问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未来的自己呢 是神又如何 觉醒后 小四郎已经能跟上波赛东的动作 并逐步靠近了波赛东 终于 波赛东的右手连带着三叉戟 都被小四郎一刀斩断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东哥依旧面不改色 竟用左手抓住了三叉戟 并再次攻向了小四郎 小四郎不敢怠慢 极力防反 又将波赛东的另一只手臂斩断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东哥仍在挣扎 竟用嘴咬住了三叉戟 试图再次攻击 不过小四郎没有给他机会 一招鬼斩让他无法行动 紧接着又是一刀 彻底结束了这场战斗 东哥临走前 还是倔强的说出了那句脑话 你 你这 杀鱼 好一个桀骜不驯 果然这世界上 并不存在完美的神明 人类对战神明第三场 甚至左左目小次郎